早上好 我是威命 欢迎收看4月17号的百革城报 天天一早 首先就带你关注交通安全问题 包括昨天凌晨3点多 发生在荣福大道靠近万一路段的死亡车祸 天天中国报头版揭露 死者是两名摩多骑士 其中一人是17岁的独身子穆哈默·伊巴 他的驾照还在考取当中 所以是一名无牌的摩多骑士 另外一名死者则是他的21岁朋友 事发当天 他们一共4人怀疑在飙摩多车 结果撞到在紧急车道换轮胎的轿车乘客 导致摩多骑士二死二重伤 换轮胎的乘客也身受重伤 目前还在抢救当中 另外一起交通安全是新报头版关注的 翻新轮胎猖獗 有关当局处请政府加紧执法取缔 因为根据去年数据显示 南北大道共有613宗交通意外 是跟轮胎问题有关 翻新轮胎之所以越来越猖獗 原因是价格比新的轮胎 便宜至少50% 而新洲日报头版新闻 是失踪超过10天的 前八大林在野市议员张福明 他昨天从泰国回到大马向警方透露 到泰国的目的是要寻找牧师徐锦臣被掳案的情报 结果人一到河岸之后就被掳绑到巴迪亚 警方将调查有关口供的真伪 至于马来报的每日新闻是在反弹关税局7月的修法加加重惩罚 走私厌久的罚款 金额高达10倍的逃税款项 对此每日新闻大标题直呼不合理 认为应该惩罚走私者 而不应该对付小贩或者是消费者 接着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首相纳吉和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昨天不约而同的针对马来人课题发表看法 首先纳吉指出 不支持政府帮助马来人 不喜欢看到伊斯兰以及马来人地位被提升的政治领袖 没有资格担任马来西亚人民的首相 同时他也强调 国政再怎么不计 其原则肯定是捍卫伊斯兰以及穆斯林及非穆斯林的福利 另外针对土团党对马来政权有何影响的问题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在回应前锋报时表示 马来政权只能由巫统及伊斯兰党掌控 他也意有所指的说 如果哪个政党想要执政大马 就要从巫统和伊党中做出选择 哈迪也表示 伊党和巫统的合作是根据互助原则 不是狼狈为奸 来看下则新闻 穆斯林战大多数的吉兰丹州宣布 州内的夜市饭商必须在穆斯林夜间祈祷时间 暂停营业15分钟 好让穆斯林和访客进行祈祷 而伟利饭商将遭到对付 丹州行政议员阿都法达指出 以上政策已经在去年开始实施 如果商家不遵守 地方政府有权关掉他们的档口 直到饭商愿意遵守为止 那今天的城报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